这件洗袍的主人 非你莫属 你此时不收 终有一日会收 你今日不穿 终有一日会穿 公子 这投官礼服 领好过八公子那一套啊 可这 你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我与八弟共事一起 攀比则是大忌 你随我嫁入二公主府后 更需谨言慎行 不得徒生是非 语音记住了 公子与二公主抗礼情深 不论礼服如何 二公主都会喜欢的 皇室贵族 婚姻本就不由自主 能嫁给所爱之人 我已一生 别无所求 长公主呢 颜臣见过长公主 早就说过 你我之间无需多礼 长公主是檀儿的长姐 大婚过后 也自然是颜臣的长姐 自须手礼 密学 长公主 你们先下去吧 金丝银线 这是百味绣宫 绣上三载才能得此一件 那件单薄平庸 不衬你 台儿知我喜好 婚服 甚得我义 你胸怀涛掠 何必处处隐忍 之前 你对我也是能避则避 但比起娶檀儿 还是我更能懂你 可是颜臣已经寻得 自己的幸福 这件戏袍 定能觅得 更般配的主人 这件戏袍的主人 非你莫属 你此时不收 终有一日会收 你今日不穿 终有一日会穿 长公主 天下男子 任凭长公主挑选 何必在颜臣身上 劳心费身 无童万千 我只贪恋义重 颜臣 还记得当年 在静怡轩的时候吗 大哥 今天不是大哥手执 怎么 阿尔公主文章写得快 翻得走了 你啊 来晚了一步 十次公子 来 来了 大哥 我先走了 进去 好 走 太多了 我先说 我看 bilang 我 说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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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诗句 仿佛在哪儿听过 这一次 朕不会在中途让你逃走了 臭流氓 我代表月亮相灭你 此情此景 为何如此熟悉 难道 我真的跟她发生过什么 晨晨 我来啦 gender 继续